开密台风是逐渐的逼近 花莲施工所也展开了全面防台的准备 市长魏家彦22号的上午特别前往了 南宾抽水站视察机组运作的情形 同时指示加强土石流潜在区域的监控 以及撤离的准备 同时也请民众检查居家排水口 是否有淤塞的情况 呼吁大家提高警觉 做好万全的准备 凯米台风逐渐逼近 花莲施工所展开全面防台准备 市长魏家彦22号上午前往南宾抽水站 视察机组运作情形 他也指示要加强土石流潜在区域的监控和撤离准备 同时也请民众检查居家排水口是否有淤塞情形 我们整个防汛的一个动作都持续的在进行 那我们也知道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那甲带了非常大的一个雨量 那目前可能也会升级为中台 那在这边我们花莲施工所的工程 对抽水站的石座抽水站 我们在南宾的抽水站 以及所有的抽水站在每一个礼拜三 都有暖机跟运转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的状况都一切正常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说 好朋友们市民呼吁 那在我们家中或者是附近的一个排水沟 如果有堵塞或是有一些异物的部分 我们都会前去清理 那只要打到花莲施工所的清洁队 我们都会排时间过去清理 那在这边还要跟我们所有朋友呼吁 那房台要准备 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到山区 那也很怕我们夹带的豪雨 会造成一个土石流的一个部分 那有住在山区的部分 那这边我们也有开口的一个厂商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准备 我们也会让我们所有的保全户 到我们的开口厂商的一个旅社 去做一个暂时的一个安置的一个部分 市长威嘉燕也指示进行路数修剪 希望在台风来临前有效降低强风好雨 造成树木倾倒或断置的情形 他也再次提醒民众要关心台风动向 配合做好房台准备 不要前往海边关浪 细水还有从事登山活动 绝对回欢视报导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 conclusions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